Hello,大家好,我是Alysis 今天想介绍一款香港地道的传统美食 这款美食可以说是香港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特别会在香港的婚宴上出现 由此可想而知它是多么传统,多么令人喜爱的香港地道美食 我介绍一下它的材料和调味料 有两个衣面,这是两人到三人的分量 草菇12粒 还有一些葱段 酒黄,这里半碗,多少随你喜欢 还有一些姜,我们把它切成丝 调味料有石油黄,1.5汤匙,蚝油也是1.5汤匙 这些就是全部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首先煮滚一些热水,然后把衣面放进去煮 煮大约2-30秒 主要是想把衣面泡软一点和去一去油 因为衣面是用油炸过的 2-30秒后,我们就把衣面拿去过一过冷水 然后把它晾干水分备用 接着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草菇,把它像这样子在表面画一刀 然后拿去轻微煮一煮,这样可以去除它的草轻味 等草菇凉了一些,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片 像现在这样子,把它切成一片片 准备功夫完成后,我们就可以先爆香姜丝 跟着把草菇也放进去炒 炒它大约一分钟 我们接着可以把葱段也放进去,一起炒一炒 接着加入250毫升的水 待水煮滚了,我们就把衣面也放进去煮 接着我们把蚝油混合一些水,倒进去 还有就是把石油网也倒进去 把调味料都拌均匀后,这时就把锅盖盖上 焖煮它一分钟 一分钟后,我们就把锅盖打开 这时加进酒黄进去炒 把酒黄炒大约一两分钟 待酒黄变软身后,这干烧衣面就煮好了 也就可以上叠了,是不是都蛮简单的 这干烧衣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如果你还没吃过的话,我个人强力推荐你 一定一定要试一试这香港美食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